森涵的笑声在拍卖场中回荡而起 却令得不少人面色有些变换 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笑声中所夹杂的浓浓的沙翼 漫天目光转移 最后汇聚向林栋的身体之上 让人意外的是 面对风云王朝这位凶名赫赫的首领的威胁 前者脸庞上却依旧是平静的如同游潭 眼瞳反射着无数张面孔 谁也不知道 这个胆敢挑衅风云王朝的青年人心里 究竟在想着什么 在林栋身旁 小雕目光淡淡瞥了一眼 那脸庞上带着一道疤的男子 偏向紫黑的双眼中 同样有着些许寒意涌动 小颜脸庞上原本亲着一抹憨笑 同样在此刻小事殆尽 一种惊人的煞气缓缓扩散开来 他抬起头眼中攀爬起星红之意 犹如红黄之兽 悬起低沉而凶暴的声音 从其嘴中传出 说 有种你来试试 场中再度一静 众人望着那站起身 犹如俊人一般的小颜 从厚着体内陡然蔓延出的凶暴 令得不少人心头一惊 那慕陵等人 竟然也是因为这一幕惊讶了一下 当即目光愈发的起因 想来是没有料到 面对风云王朝这位狠人的当面威胁 林栋这边依然敢与其针锋相对 真是个有种的假官 那脸庞上有这一道无功疤痕的男子 也是因为小颜的举动是怒激烦笑 一股股同样凶煞的波动 不断地踪迹体内扩散开来 倒是很想立刻出手的叶子 广城最威谁都会 我想有什么恩怨 等拍卖会落幕再解决 或许会更好一些 望着浑身凶煞气息滚动的凶巴男子 林栋突然对身旁小颜挥了挥手 说着 说得不错 等拍卖会结束之后 与我风云王朝为敌的 一个都走不掉 那伤疤男子身旁拿到身影 也是偏过头 露出一张格外苍白的脸庞 他目光盯着林栋 片刻后露出若有深意的一笑 然后落回失意之上 那就让你们再多活一会儿 好好珍惜这点时间吧 伤疤男子脸庞上疤痕如动着 显得很是猙獰 他目光森森地看了一眼小颜 然后也在全场瞩目之下 缓缓坐下 虽然双方都坐下 这巨大拍卖场中 剑拔弩杖的气氛 方才逐渐松懈了一些 不少目光都是不断地 在灵动一行人身上 扫雷扫去 显然很是不明白 他们究竟从何来的勇气 在面对风云王朝这两名 凶名赫赫的首领时 依旧是能够如此的不惧 那另外的三大超级王朝目光 也是有些奇特地 看了看灵动一行人一眼 眼中倒有些莫名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事件中 有着越来越多的恐怖人流 对拍卖场汇聚而来 放眼望去 黑压压的人影 几乎看不到尽头 那种爆棚的人气 看得人有些头皮发麻 苏葵在灵动身边 低声说道 先前那一个 脸上有疤痕的男子 叫做孟烈 他万象成正啊 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叫做屠夫 据说 从他进入那片远古空间之后 手中站的血命 已不下百条了 手段无比的凶狠 屠夫孟烈 灵动微微点头 果真是人如其名啊 那孟烈的煞气 与小爷那种 与生俱来的不同 那种浓郁的血腥味道 显然是后天所住的 风云王朝 另外一位首领 名为风仓 如果说 孟烈是一头 只知杀戮的野兽的话 那这风仓 便是一头 引在暗处的毒蛇 令人防不胜防 而且 就到这些消息啊 这家伙 曾经也获得过 一方远派宗派传承 实力 深不可测 不愧是超级宗派呀 林栋再度点头 目光望向前方 两道令很多人 感到畏惧的背影 不得不说 这梦烈以及风仓 的确不是什么 剩有的灯 如果不是如今 身旁雨一见风的话 想来林董 也很难与他们 正面相碰 不过 这世界上 并不存在什么如果 像当初 他刚刚进入 远古空间时 身旁毫无助力 小妍尚未脱离受体 小雕 也依旧是妖灵之体 两人都无法 对他形成太大帮助 他只能凭借一个人 与一些对手周旋 其中自然少不了 一些狼狈 但那时候 林栋都挺了过来 更何况如今呢 而在林栋 这低声交谈之时 那最前方处 那名为风仓的男子 修长的手掌 食指交合 目视前方 淡淡地说 都准备好了吗 孟烈咧嘴一笑 说 放心 一切妥当 我想到时候 牧林他们 会很吃惊的 文言 风仓 这才微微点头 须眯的双目 犹如毒蛇吐心 阴狠而毒辣 孟烈 争宁笑道 事件结束 那几个小子 绝不能放过 到时候 让他们尝尝 什么叫做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滋味 天街灵宝到手 他们便是杂鱼 随你处置 风仓 淡某地说着 孟烈嘴角 欲发 争宁浓郁 刚想说话 心头突然一动 抬起头来 妄想 那排卖场 最中心的锯台 那里一道身影 缓步走出 随着走近 众人方才发现 来者是一名 身着灰衣的中年男子 男子面色 孤静无波 并没有因为 那树道目光 虎视眈眈 而丝毫的波动 林栋的视线 在这名男子身上 一出现时 便立刻凝聚在他 旋即眼中 就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从此人身上 他能够察觉到一种 极为隐晦 但是却格外强大的波动 苏魁在一旁说 他远是超级宗派 安排在 万象城镇守的人 叫做宋泰 不过没人见他出过手 当然 一般只要他开口 就算超级王朝 也不敢反驳 因为他身后 站着超级宗派 这人可不简单呢 想在他面前撒野 那点能耐的话 那便是自取欺辱了 小雕突然笑出声来 想来他也察觉到 这中年男子体内 潜藏的强悍波动 林栋微微点头 眼前这个人 若是当他 只能以超级宗派的 名气压人的话 恐怕真是蠢到家了 突然出现在 拍卖场的人影 自然立刻成为 拍卖场的焦点 而在场的人 显然都知道他的身份 一时间那诸多目光 都变得敬畏起来 甚至连那前方的超级王朝 都收敛了一些张狂直青 各位都是冲着 万象城拍卖会而来的 而这里的规矩 就不多说了 拍卖场内 禁止任何争斗 违规者 不论是超级王朝 还是低级王朝 谨数驱逐 若是再犯 剥夺 参加百朝大战的资格 各位 可清楚了 中年男子 双手负于身后 目光淡淡地 扫过全场 那凶患的声音 却在每一个人耳边响起 轰隆隆地 他的目光 在略过临动时 略微顿了一下 然后转开 看向一旁的小雕 当即眼神便是微微一凝 眼中似乎闪过一道疑惑之色 在先前第一眼时 他竟然从这个俊美的年轻人身上 察觉一种淡淡的危险感觉 错觉吗 这种感觉已闪即逝 他再度凝神时 却没有那种感觉了 当即中年男子 就自语了一声 多看了小雕两眼 然后这才将目光移开 那中年男子转开目光时 小雕方才说道 倒是挺敏锐的感知啊 看来这人在精神力修炼上 同样是造诣不浅 林栋此时也是暗自忠了一口气 在见到中年人注视这边时 还担心小雕身份会被发现 不过似乎是稍微多虑了一切 此次拍卖物品并不算太多 不过却经过严格的选拔 算是稀罕之物了 想来对此感兴趣的人会不少 拍卖台上 中年男子目光看向拍卖场 淡淡一笑 旋即其袖袍一挥 数十道璀璨光芒 便从其袖中抱拥而出 最后悬浮在拍卖台之中 全场的目光都在此刻凝聚过去 那些璀璨的光芒中 他们能够看到一股股 极为强大的波动 这东西光看外表就知道 是相当不凡的 而那数十道光团最顶尖位置 是一个仅有人头大小的紫色光团 光团周围有着一圈圈的光环 隐隐间一种令无数人心计的波动 悄然扩散开来 在那种波动之下 整个拍卖场都是悄然寂静了一下 紧接着 几乎所有人 包括林栋 眼神都是刹那间火热起来 他们很清楚 有什么东西 才会拥有如此可怕的波动 林栋天天嘴唇 目光死死盯着 那个紫色光团 眼神滚烫 那便是此次拍卖会的 天接灵宝吗 那紫色光团悬浮在最高处 淡淡的光环环绕在其周身 显得格外的神奇 那种奇特而强大的波动 无疑是令得他成为全场 最为瞩目的存在 无数人眼中充斥着火热与贪婪 想来如果不是此时拍卖台上 有那宋泰面色平淡的作证 如果不是他背后的超级宗派的话 恐怕现在这里人 有不少人会被贪婪 所掩盖理智 做出强行抢夺之事 这种事情在外面世界 或许有些罕见 但是在远古战场中 属于正常范畴 在这里只要你拳头够硬 你要做什么都没人拦你 拍卖台上 宋泰面色平淡 望着下方骚动不已的拍卖场 片刻之后 他方才一招手 一个光团顿时飞掠而出 落在其手中 光芒散去 划出一柄三尺则风 第一件拍卖品 地界灵宝 灵风剑 此剑在地界灵宝中 当属顶尖 其锋利程度 即便是三元涅槃强者 涅槃金身 也不敢轻触 宋泰手掌一握 那柄清风长剑 便出现在其手中 圆力涌动 剑尖处猛然抱了出 灵力的剑芒 旋即剑芒呼啸 犹如一头巨芒在奔腾着 紧接着 拍卖台上 一方青色巨石 便扑刺一声 暴力而开 断裂处光滑如镜 那等锋利之气 引得不少人 有些异动 灵风剑 拍卖价格 三十万涅槃单 宋泰收剑 玄吉语气平静地说 宋泰贤人不是专业的拍卖师 这种平淡语气 一般颇难调动气氛 不过此次 由于这拍卖之舞 皆是不错 因此拍卖场的气氛 倒并没因此而丝毫地减弱 三十二万 这一柄 灵风剑 论气凌厉程度 的确远远超过不少的 地界灵宝 而涅槃境 涅槃金身 算是涅槃强者的一种标志 若能够拥有一把 衬手灵宝武器 与这人交手的时候 会占据不少上风 所以当宋泰话音落下不久之后 便有人出生出嫁 三十五万 林栋望着拍卖场中 此起彼伏的身影 面色倒依旧是波澜不惊 他的目光 只是那悬浮在 宋泰头顶上空的光团中扫过 这些光团表面 自然都施加一些封印 因此他无法透过光团 看到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过凭借这敏感精神的感知 林董却能够模糊察觉出 这几个光团的不同 那种隐晦的波动 与其他光团截然不同 看来 这一次拍卖 果然会有些含金量啊 苏慧在看着众人 抢夺那柄凌峰剑士 也抽身对林董说 林董兄 你要争夺那天洁灵宝的话 如果手中没个五百万涅槃丹 恐怕连开口机会都没有啊 五百万涅槃丹 这么多 一帮的苏柔 倒是因为这个大叔子 稍微震惊了一下 想来他从来没见过 如此数量涅槃丹 苏慧苦笑道 这还只是最低恶毒 天洁灵宝本就是有价无市 如今好不容易出现了 这些实力雄厚的超级王朝 怎么会轻易地把守呢 林董笑了笑 如今他手中握有涅槃丹 的确不算太多 但那远古密藏中 他的主要心思 也没放在获取涅槃丹上面 不过 虽说 没太多雄厚的涅槃丹支撑 但是他手中有着其他的东西 比如 那远古密藏最后的丹士中 所获得的那些奇异丹药 那种丹药 价值极为不菲 随便拿出一颗 也能拍卖出不菲的涅槃丹 所以 如今即便是跟那些超级王朝 比拼财力 林董倒是一点都不虚 反正这一次 不管是用什么手段 这天接领宝 他一定要弄到手 在林董与苏葵说话之间 拍卖场中第一番争夺已经落幕 那林锋剑被一方王朝 以近五十万涅槃丹价格收览过去 接下来数次拍卖 也就是一些威力不弱的地界领宝 有攻击性的 有防御性的 总体说来的确算不错东西 其中一件名为 地厌石的林宝 更是拍出了八十万涅槃丹高架 令不少人有些责舍 而伴随拍卖场的物件 逐渐是变得稀少 变得珍惜起来 拍卖场的气氛 也是愈发的高涨 不过 那最前方的四大超级王朝 以及一些实力不弱的高级王朝 皆是没有出手的迹象 显然是并不想在这些 并不算太重要的东西上 浪费太多的财力 林董同样是没有因为 这些地界领宝 有什么动心的意思 修长食指交叉 双目微锤 静静地等待心仪之物的出现 接下来要拍卖的 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灵药 平衡灵果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 这种灵药的存在 不过 它的效果却是无庸置疑的 原力修炼 并非一路坦途 有时候体内力量 将会因为一些缘故 出现暴动 灰伤肉体 这种平衡灵果 则能够令得暴走的力量 再度平衡 拍卖场上 宋太手中突然出现一枚 巴掌大小的病率果实 隐隐间 有种奇特的波动 散发出来 平衡灵果 听到这个名字 就连灵动都是愣了一下 显然对其很是陌生 一旁的小雕 却突然在此刻精神抖擞起来 果然有着东西啊 可能我感应没出错 拍下它吧 有这个东西 我便能够交松柔 控制一些它体内庞大的力量 哦 灵动一正 原来小雕 也等这个东西出现 小雕笑道 这种灵果 对于涅槃强者 并不是太显著 因为大多数人 在这一层次 体内都仅有一种力量 那便是原力 这种灵果 对于踏入生死玄境的强者 才有真正的作用 很多生死竞强者 就是因为 无法控制体内 生死而起平衡 最后肉体崩坏的 如果这东西出现在外面 想来会被那些 生死玄境的强者 抢得头破血流 不过这里 恐怕能够实习 效果的人不多 多种力量 灵动正了一下 他的情况 与这个倒有些相似 你倒用不着 你体内那乾坤古镇 比什么灵果都好 这是好运的家伙呀 日后你自会体会到 这镇法带给你的好处 说起灵动体内的乾坤古镇 有连小雕都忍不住 咋吧咋吧嘴 平衡灵果 史牌价格 一百万涅槃单 此时白卖台上宋太 也淡淡喊出一个 让下方一片哗然的价格 很多人都对于这么一株灵药 需要这么高昂价格 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对于下方的哗然 宋太没有多说什么 他自然知道 这平衡之果珍贵 但同时他也明白 这种东西恐怕无法的这里 获得太多认可 因为这并非属于 这个层次的人 能够使用的 场中哗然之后 又是平静许多 众人窃窃私语 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出嫁 一百万涅槃单 不是个小数目 没有人想用这个 去买一个不知所谓的 平衡灵果 灵动静静地望着一幕 如此约摸数分钟之后 终于淡淡出声 说 一百一十万涅槃单 灵动的出嫁 立刻将全场目光 全部吸引过来 无数人惊愕地给他望着 那目光有些古怪 显然是将他 当成冤大头了 灵动大哥 一旁的苏柔 听到灵动喊价时 轻力脸蛋是微微一变 他知道 如果灵动拍卖这平衡灵果 是因为他需要 但是那一百万涅槃单的价格 却让他心疼之余 又有些感动 拍卖台上宋泰 显然也是因为 这突然的喊价愣了愣 轩辑目光望向灵动 眼中有些惊讶的味道 在灵动喊价落下之后 等了一会儿 没有其他人家家 显然是不想陪灵动发疯 而见到这一幕 灵动倒是一笑 刚想开口 那最前方处 一道弹幕的声音 也是徐徐地传来 一百二十万涅槃丹 开口之人 正是风云王朝的 风藏 喊出架之后 他微偏过头 目光淡淡地在灵动身上扫了扫 嘴角微瞥 似是一种嘲讽的意思 灵动双眼微眯 他盯着这个矫距的凤仓 眼中的一丝怒意 缓缓收脸 说 一百五十万 一百七十万 凤仓懒懒说着 虽说他打算将天剑灵宝 落到手中之后 再收拾灵动一行人 不过能在之前 细耍一下对方 似乎也是不错的消遣 灵动再度开口 两百万 灵动大哥 一帮的苏柔 大眼睛中忍不住有些雾气 他狠狠看了一眼 那搅局的风藏 若不是苏葵将他拦着 自己忍不住 要灵动放弃这种 无谓的争夺了 放心吧 两百万捏盘单 买平衡灵果 不亏的 小雕在一旁淡淡说着 但是那俊美的脸庞 显得相当不爽 那风藏的举动 也着实可恶了一些 哎 不愧是 获得四大玄宗传承的人呢 手头倒挺风雨的 你既然想要 那就拿去办 将价格抬到两百万 那风仓 这才淡淡一笑 信学地看了林栋一眼 摆了摆手 说着 林栋看着风仓 片刻之后竟也是一声轻笑 一个乾坤带 自己袖中掠出 落在拍卖台 宋太的手中 后者随意一看 便是微微点头 曲折一弹 那面平衡邻果便射向林栋 最后被后者收好 那个家伙太坏了 望着林栋 湿湿然地收好邻果入座 苏柔却依旧是 亲姑姑地说着 想来极为不满 那风仓搅局 让林栋多赔一百万涅槃探 放心 到时候会让他连本带利 都赔出来 林栋微微一笑 那笑容之中 隐隐间 仿佛有着寒意渗透 看得出来 林栋也被这风仓 故意搅局 这举动给激怒了 拍卖场中的目光 也逐渐从落座的林栋身上 转移开来 先前一幕 谁都看得出来 是风云王朝故意为之 所谓的 只想多付出一些代价罢了 而很显然的 林栋似乎在这次较量下 稍稍吃了一个小亏 一百万涅槃探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算不得什么小数目 而前方 孤月王朝出 慕林也望着这一幕 对于林栋收敛情绪的定理 他显然是颇为诧异 旋即 心中对后者 又稍稍高看了一些 慕林淡淡一笑 轻声说 那冯苍正激怒林栋 可算不得理智啊 大哥认为 林栋他们真能威胁到 风云王朝吗 一旁的穆寒月 戴梅青阳 虽然他从来没有 低估过林栋 但毕竟这一次 他们的对手 可是连他们 公月王朝 都吃了扁的 风云王朝 慕林笑道 事情不到最后 谁又能说得了清楚呢 你既然与那林栋 接受过一次 向来应该知道 也明白 后者不是什么鲁莽之人 而既非愣头青 又敢在大庭广众 与风云王朝 针锋相对 如果说 他们有点能耐 你信吗 慕汉月微微一正 玄机美目 忍不住再度投向 后方 那将林果 收入囊中之后 便闭目养神 脸庞平静的 仿佛没有吃过 扁一般的林栋 看着吧 事情可能 越来越有意思了 木林啤雳 眼不远处 脸庞上 紧着信血的风仓 青笑说道 场中 因为平衡林果的出现 热潮逐渐退下 那拍卖台下的宋泰 也是收回 望着林栋的目光 继续拍卖物品 接下去拍卖的物品 是一部下等灵武学 这种灵武学 对于在场 绝大多数强者 都拥有着不小的诱惑力 那拍卖价格 更是高达 一百五十万年盘单 不过 这种下等灵武学 林栋倒看不上眼 因此 也没有出手争夺的意思 不过 他没意思 却不代表 其他人也没意思 远古战场 虽然宝藏不少 但毕竟还是 周少僧多 能够寻到 并且获得传承的人 依旧是极少数 因此对于眼前 这出现的灵武学 断然是没有放过的道理 一百六十万 一百八十万 灵东望着火爆的拍卖场 很多强者都争得面红耳赤 足可瞧出 灵武学的可怕诱惑 而在他们这种疯狂争抢之下 不过数分钟时间 这等下等灵武学 达到了两百万年盘单价格 在经过一番激烈争夺之后 最终这部灵武学 以两百三十万年盘单价格 落入一个争抢最为凶猛的 高级王朝手中 才令得这火爆 稍稍减弱 不过 所有人都知道 伴随着出场的拍卖品 越来越稀罕 这种气氛 将会是越来越火爆的 而接下来 数种拍卖品 也全部都是灵武学 只不过那层次是越来越高 拍卖的价格 也从最初的一百五十万 提升到两百五十万 灵动第二次出手的 是因为一部名为 《蟒牛蛮荒进》的中等灵武学 这部灵武学拍卖价格 达到两百八十万高价 这个价格足以下退 太多的人 当然 价格不菲 但看上去 这部灵武学的人 也不算少 不过 最后 都是灵动将价格 提到三百五十万时 全部被吓退回去 而望着 全场鸦雀无声下来 灵动也是一笑 似乎对这部灵武学 志在必得一般 然而 就在灵动脸庞上笑容 刚刚浮现时 一道冷漠之声 也再度 从前方传来 三百八十万 全场目光 豁然转动 他发现 那寒假之人士 脸庞都浮现 一抹古怪之色 旋即同情地 望向灵动 因为那出嫁之人 还是 风云王朝的风仓 这个家伙 似乎打定主意 要玩灵动了 在全场目光 注视之下 灵动脸庞 则是阴沉了一些 毫不犹豫地 冷声说道 四百万 四百五十万 风仓脸庞上 戏血更深说着 整个拍卖场 安静了许多 一些人 暗自摇头 被风仓 这么细耍 想来灵动心中 已忍不住 要暴跳如雷了吧 一道道目光 汇聚向灵动脸庞 然而 在此刻 厚着那阴沉脸庞 突然浮现一抹 激讽的笑容 你要的话 就拿去吧 我随便叫叫他 全场瞬间哗然 那些原本 同情看着灵动的目光 也请客间 目瞪口呆起来 到了现在 他们才反应过来 灵动这一次 竟然是故意 在右风仓出手 风仓脸庞上 原本挂的戏血 在此刻 一丝丝收敛 苍白的脸庞 变得格外的阴沉 他阴森森盯着灵动 片刻之后 方才冷笑道 好小子 真是有魄力 想来连他都没想到 林董 竟然会主动 耍他一把 付钱吧 林董伸了个懒腰 靠着椅背 懒洋洋地说着 风仓脸庞 戳戳了一下 但在拍卖台上 宋太注视之下 却不得不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了 他何不想 现在被赶出拍卖场 当下只能 极为不甘地 冰出一个乾坤袋 投向拍卖台上 花这种价钱 买一部 他并不怎么用得上的 中等灵武学 这次算是亏到家了 最主要的是 这种树木的涅槃丹 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轻易无事 接下来的 其他王朝争夺中 难免要吃点亏呀 拍卖台上 宋太也是好笑的 望着这一幕 目光看了看 原处的林洞 这个小子 倒也是有趣呀 竟然连风仓 都敢抵抗 都敢坑他 有意思的家伙 木林同样是 轻声笑了笑 摇了摇头 显然他也没想到 这么快 林洞 让风仓付出 先前的代价 中途出现这个插曲 无疑成为全场 谈资了 不少人目光奇异地 在林洞身上扫视着 风云王朝 在万象城颇为霸道 如今能够 看他们吃瘪 显然是一件 挺让人解气的事情 插曲过后 拍卖会继续 不过虽说出现 中等领武学 但是让林洞 意料的高等领武学 却并没出现 转念一想 又说恍然 高等领武学 稀罕程度 已是非常难以形成 即便有人获得 是绝不可能 拿出来拍卖的 而伴随着一件件 拍卖品的顺利成交 那宋台面前 半空悬浮的光团 也是越来越少 最后终于只剩下 最后两个了 无数道贪婪目光 交织在两个光团之上 他们都知道 后面的恐怕 才是此次拍卖会的 重头戏了 宋台抬头望着 半空中两个光团 平静脸庞上 也浮现一抹 罕见的热度 旋即 他伸手一招 一个血红光团 便徐徐落下 而在落下的时候 光团猛然膨胀 最后化为一道庞然大雾 落到拍卖台上 无数道目光 煞时间转移过去 然后皆是恶然下来 因为出现在拍卖台上的 竟是一具 格外庞大的 森白寿师 这具寿师极为古怪 似乎竟有一条巨腿 白色森森的骨架 弥漫着古老 与蛮荒般的气息 隐隐间 仿佛那一根巨腿 有着支撑天地般的 力量一般 这是 林栋惊讶地望着 那仅有一条巨腿的 古老兽孩 天荒神牛 小雕俊眉脸庞上 也浮现一抹醋恶之色 轻声说着 天荒神牛 小雕黑黑说道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这兽孩之中 还有着远古精血的波动 你若能够将其获得 下次再召唤远古天鹅的话 那威力足以横扫 那风云王朝了 哦 文言 林栋双眼瞬间亮了起来 他因为在远古密藏 得到远古精血使用的远古 远古之恶那张底牌 已经是无法再动用了 但如今能够得到这天荒神牛 兽孩的话 那张底牌 无疑将会立刻变得更为的强悍 巨大的森白兽孩 处立于拍卖台上 蛮荒般的气息 一波波扩散开来 仿佛令的周遭空气 都是有些凝固的迹象 这一幕让那不少人有些色变 仅仅只是一具兽孩而已 便拥有这等威势 真不知道 此兽生前时 将会是何等的强悍无双 拍卖场中 不少人目光都汇聚向台上 一片的窃窃私语 光从这气势来看 即便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兽孩究竟什么妖兽 也能够感觉到 他的不凡之处 天荒神牛 一种远古异兽 此兽兽孩中 尚有远古血脉存在 乃是炼体之奇物 这只兽孩 用来炼制兽魁的话 将会是绝佳之物 宋太目光带着一点惊讶 从这庞大兽孩之上转移开来 望向全场说 拍卖价格 四百万涅槃丹 死言已出 全场顿时熄火了 这种数量涅槃丹 即便对于一些高级 王朝而言 都不是小数目 如果眼前的是一部 高等领舞学的话 或许他们还会咬牙一拼 但如果让他们 用这种价格 去买一具兽孩 即便是兽孩相当强悍 心头难免 也会有些下不了狠心 四百万涅槃丹 价格也不低啊 林洞眉头也同样皱起 用这种价格买一具兽孩 就算是它 都感觉有些昂贵了 小雕笑道 还好 并不算太离谱 这天荒神牛肉体极强 等你将其中的远古精血抽去 我可以用其骨头做材料 强化你手中的那具血灵魁 想来到时候 其等级也会有所提升 听到可以强化 借助着天荒神牛 他的兽孩强化血灵魁 林洞心头 这才稍稍平静了一些 无关怎么样 至少也得将 四百万涅槃丹的价格 拉回来一些吧 当然林洞也明白 就算真没办法拉回 光凭借那兽孩之中的 远古血脉 他此次也必须出手 召唤远古天鹅 原本他手中 极为强大的一张底牌 不过上次 在远古密藏中 对付田真等人联手 却逼得他将手中 握有的远古血脉 紧数用光 而没有了远古血脉的际线 远古天鹅之灵 也再也无法召唤 说来这张底牌 已是废掉了 如今 百招大战即将开启 那里是天才云集 妖孽横生之处 在那种地方 就算是林洞 都不敢打包票 他能够顺风顺水 所以 如果眼下能够再度获得 这天荒神牛的远古血脉 对于林洞来说 无疑是一个绝大的助力 因此 是断然没有放过了道理 排卖场中 一片窃窃私语 就算是前方的四大超级王朝 眉头有些皱起 这天荒神牛给他们的感觉 同样是弃之可惜 有感觉不值这般价格 宋太单单望着 那下方的拍卖场 倒也并没催促 他心中却是很清楚 若是将这天荒神牛的兽海 拿出卖给那些 专门炼制傀儡的宗派 莫说四百万 就算再翻个倍 向来那些爱骨如命的家伙 也会趋之若无 这东西在这里拍卖 显然是有些 宝典天物的意思 场中的进井持续 约摸数分钟 最终有着一个高级王朝 颤颤巍巍出声 四百亿十万 看得人面色 显然心中 经过相当一阵挣扎之后 方才咬牙做出选择的 众多目光从他身上扫了扫 那眼神如同一个超级冤大头一般 看得那人有些后悔了 这些涅槃丹 可他全部家当了 四百五十万 就在众人以为 不会再有人出嫁的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当即 无数道目光转移过去 最后汇聚在林栋的身体上 当下一片恶然 这家伙 又搞什么 林栋斜靠着椅背 对那无数道汇聚过的目光 却是视为无物 双眼微垂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在想着什么 这家伙 难道又想要 风云王朝出手吗 一些人互相间 窃窃私语着 然后那一道道目光 也不愿而同地 看向最前方 风云王朝处的风仓 此刻的后者 面色显然有些阴晴不定 若不是吃了刚才的亏的话 他现在肯定会再度 陪林栋玩 但所谓一招被蛇咬 三年怕紧绳 他又担心 林栋再度摆他一刀 毕竟四百多万涅盘单 可不是什么小数 在风仓身旁 那孟烈面色有些难看的 看看风仓 片刻之后 终于低声说 要不算了吧 等会儿才让我们的主菜 他这里消耗太多彩力 对我们并不划算 等天洁领宝到手 我们让那个小子 求死不得 风仓面色阴沉 深吐一口气 缓缓点头 拍卖场中 那众人望着 闭嘴不言 没有丝毫其他举动的风仓 都在心中嘘了一声 看来这家伙 果然是被林栋先前的手段 吓怕了 那刚才出四百一十万的人 见林栋露头 不紧不怒 反倒有些窃喜 直接是一屁股坐了回去 想来刚才出嫁 已经耗光他的所有勇气了 想要他拿出更多涅盘单 来跟林栋竞争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见他坐下之时 一直关注他的林栋心中 松了一口气 如今他手中现存的涅盘单 也就四百五十万这个数目 而且还有不少 是小盐从白虎殿中得来的 虽说林栋手中 有这一批昂贵的林丹 可以毫不费力地 换成大批涅盘单 但那是他 留着待会儿 争夺天价林宝 杀手捡的 必然不想此时地暴露 在林栋有些紧张地等待着 拍卖场中 窃窃私语持续着 却并没有一人再度加价 见状 那拍卖台上的方泰 方才微微摇头 忍不住 多看了林栋一眼 这个家伙 眼光倒是很毒辣 每一次出手拍的东西 都是拥有着 极大的隐性价值 四百五十万 天荒神牛 成交 宋泰一眼拍板 林栋心中重石才落下 站起身来 毫不犹豫地 自袖中掏出 他全部的资产的乾坤袋 摔向拍卖台上 而取出乾坤袋时 众人分明看见 林栋脸庞上 一抹欣喜之意 当即都是一愣 看来林栋真的看上 这所谓的天荒神牛 手骸 并不是想再度 细耍封藏的 同样一直关注 林栋的封藏 则然也看到 林栋这般神情 当即胸口有些发毒 这个混蛋 竟接二连三地 细耍于他 不远处的牧林等人 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一幕 特别是 他们看到 封藏难看的脸色时 心中不由地 闪过一丝快感 显然是难得 见到这种事情 拍卖台上的宋太 接过乾坤袋 随意扫 便点点头 袖袍一挥 巨大天荒神牛 兽骸 本飞掠而出 带起一片巨大阴影 对林栋落去 兽骸体积颇为不小 而且极端沉重 尚在半空时 便压迫空气 令得无数人皮肤生疼 就在兽骸即将狠狠落下时 林栋身旁的小颜 猛然站起 一只手臂弹出 然后一种极为震撼人 眼球的姿态 一把抓住 庞打兽骸 整个身体 纹丝不动 犹如举天巨人 那等气势 看得不少人 眼睛一跳 林栋笑眯眯地 将兽骸收入乾坤袋 然后冲着拍卖台上 宋太公公手 这才安然坐下 宋太望着小颜 单手接触受害这一幕 眼中也掠过一抹差异 旋即 目光缓缓地 在林栋三人身上扫过 这三人 并非来自超级王朝 那种气势魄力 却丝毫不比 前面的超级王朝弱多少 看来此次远古战场 到出现不少杰出的人物啊 天荒神牛兽海 顺利拍卖完毕 场中就开始 有些诡异的骚动 漫天火热到 几乎滚烫的目光 犯着贪婪与期待 紧述设想拍卖台上 最后凝聚在 那唯一的一个 紫色光团之上 这才是 此次万象拍卖会的 真正压底之物 天洁领宝 等到漫天加重呼吸之下 拍卖台上的宋泰 向来淡然脸庞上 也浮现一抹笑容 那笑容同样是有些热度 天洁领宝 就算是他看来 也是极为不错的东西 各位 接下来 别人此次拍卖会 最后的拍卖品 想来你们都清楚 接下来拍卖的 这件拍卖品 的的确确 是一件 天界灵宝 宋泰的声音 彻底证实了 最后 那压箱抵制屋 当即 拍卖场上 骚动阵阵 那前方 一直保持安静的 四大超级王朝 眼神 也是刹那间 火热起来 紫色光团 须须落下 落在宋泰手中 旋即 紫色光团 悄悄减弱 最后 在无数道目光 眨也不眨的 注视之下 彻彻底底的 出现在 所有人 注视之下 那是一方 黑色铁印 颜色深邃而古朴 那铁印四周 遍布着一道道 神秘的纹路 铁印之顶 是一头 蜿蜒盘踞的黑龙 黑龙 仰天咆哮 震慑天与地 这便是 我们最后的拍卖品 天界灵宝 黑龙 笑天音 宋泰 带着热度的声音 彻彻底底地 引爆了拍卖场 气氛陡然 攀指高潮